我們剛才有提到日本的整雪很平整的雪地大概就是12月到2月 有一些季節因為天氣的變化可能到3月都可以看到完成整地的雪地非常多 到3月春天之後的滑雪場基本上你就會看到很多有這樣的 我們稱台灣會講說有小饅頭或有饅頭的狀態 春天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狀況 我們現在講到的主要是有的 毛群也有的 有的主要是有的 有的主要是有的 在這裡的主要是有的 有的主要是有的 我們在剛才講到的技能檢定的時候 當然比賽預期的時候也會有一個項目 就是在這個饅頭裡面的滑行 那當然如果你在這個這麼深度的饅頭裡面 都可以滑到這麼順暢 你的技術是非常高階的 首先是在3月開始的時候 一回到日本去成長訓練 再到3月、4月到5月到這個饅頭 最低二回到日本去玩 那我們可以 如果說下次有計劃來日本滑雪的話 當然可以在一個整備很好的狀況 12月、1月、2月、3月去滑一個整備好的狀況 那結束了一趟旅程之後 在也許到4月、5月在 因為白馬學長大概都在Golden Week結束之後才會關門 所以在Golden Week前面的時期 可以試著來滑一下春雪 練習一下不同場地的時候 怎麼樣的滑雪 今 optimized作主要 Brig回來推進 Sat2、5月4月 是的 這裡不關機 的厲害 維持一切 建成一下 你是使用的 線櫃哥 比夢 ker 一下 ий 像清晰商店外的技術部分 最近新開発的 Ski用具自体 也是非常改善 很多的軟件 使用的 越來越得滑 多 Penny 我們現在盡快地 在華城市場 周一般在華城市場 通常 在華城市場 或者是這個這樣的方向在做動 可是在那個蠻頭的時候 這個上下的作動會變多 那所以說這時候 如果要在做在滑行這個蠻頭的時候 你用太重的板子你很難做到很順暢 那就是要選擇輕一點的板子 那現在這個板子的技術都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選擇到一個非常的輕 又適合蠻頭 也適合一般滑雪雪道的板子 那當然就是看自己 依照自己的等級 知道滑行能力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板子 不好意思 問問你 我想到在那個蠻頭那個地方 怎麼樣可以滑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滑就很輕 然後 然後 口風就是滑滑 去看 輕鬆的 輕鬆的 怎麼做呢 slide sliding 對 最基礎 最開始 開始要輕鬆滑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先不要想太多 每一個饅頭都是用slide slide slide 下去 先從這裡開始 硬度的動作是很難的 首先是Spring Snow 用柔軟的狀態 剛開始接觸這個饅頭的滑雪的時候 因為如果饅頭是硬的饅頭的話 是非常難的 那如果你是剛開始接觸饅頭的人 你就先選擇春天的饅頭 不要選擇冬天的饅頭 冬天的饅頭我們咬不下去 春天的饅頭比較好咬 OK 那你比較好練習 在白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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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斜面上 每天 75歳ぐらい的夫婦 每次一天 十分之一 OK 我們剛才看到那樣的場地 那樣的饅頭 其實在日本有很多 可能70歲的人 每天都可能在那邊跑到什麼 真的嗎? 本当嗎? 本当嗎? ちなみに 僕が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ツアー とかヨーロッパのツアー 日本のスキーアーと一緒に まあ レッスンのツアーに行くんですけど そこの参加者でも 70歲的人 那我們的 松沢さん 他在 夏天的時候 都會辦一些 紐西館的券 那那些客人 跟他一起到武器上 參加課程的人 都 大 比較多都是在70歲以上的人 那些客人 那些客人 跟他一起到武器上 參加課程的人 ちょっと その話の続きなんですけど これは今 日本で どんなスポーツをしてますかっていう リストなんですけど これがスキー 15位 一番やってるのは 当然人工的にもそうですけど ジョギングも含めて マラソン ランディング 健康志向で やってい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が 上位に来るんですけど 中でもサイクリングとか 用語を使うとしたサイクリングとか ゴルフっていうのは 打ちっぱなしのムーブが入ってるんで 単純にプレーしてるっていう 人という感じで レジャーとしてやる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数据 就是大概現在目前 2015年為止 日本的運動人口的分布 那當然第一名就是 跑步這個運動是 最多人在執行的 那スキー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第15個 大概就是480万人在執行 那這個就是 真正在滑行的 不是在看這個運動 是在執行這個運動的人 さっきの話に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例えばスキーをやる人が 夏のジョギングをして 自転車をして 水泳をやって 一人一人でたくさんのスポーツをやる人 もこの中に入っている 那當然這個480万人裡面 當然會包含說 夏天在跑步、游泳、打高度、釣魚 都有 他一個人重視多樣運動 而不是只有 就专注在スキー上面 順着看這個運動 加油 這隻手指釋 這隻手指釋 但是每個人都會把這個運動 我們都會把這個運動 手指ろ 現在是 20歲 過多戰的運動 其實已經過世內 加起來 沒有比賽 每個人都比賽 70歲都沒得到 所以年齡都沒得到 但每次都沒得到 所以快速都減掉 我們剛才看到這兩個圖像 非常有趣的畫面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Ski的人口分布 可能30歲這邊是最少的 可是年紀越來越大 其實佔有力去越來越多 就是他實際在執行的 他的範圍是很廣的 從10歲到70歲 都是很多人在執行的 我讓他有大力圖就講 我們來講 然後剛才那個下面看到那個 籃球 籃球運動 執行的人口雖然很多 但是都集中在10歲 20歲 最年輕的時候 年紀越來越大就沒有人在玩 那Ski的人口的分散 均值可以很快的範圍是最大的 都超越其他運動 我剛才是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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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開始 我剛才是100歲 我剛才才能夠 3歲から100歲まで 那麽可能性有可能 那麽スキーやスノーボード 自分の上手くなってくると 体力を使わなくても 滑っていきながら 自分で走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で 操縦が上手くなれば 年齢に関わらず上達もしますし 滑る距離も沢山滑れる 同じようなことを 年代が違っても 同じようなことで楽しむ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スキーの運動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 マズソーサー 他是從三歲開始滑雪 如果他能滑到一百歲 結果滑到一百歲是沒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滑了這麽久 其實我們很知道 我們運用自己的身體去控制板子 所以他不像打籃球或是跑步 不需要很大用力的跳 需要用自己的身體的力量去做到想要做的動作 他是利用有效率的控制 很輕鬆就可以做到 因為他們已經很專業了 大家滑很久之後 大家的技術能力越來越高了 同樣一個動作 你可能只要花兩層力量 一層力量就做到 所以你當然可以滑很久 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圖表 就是他的年齡層其實是很寬的 他不會需要說 不會像其他運動 瞬間就沒有 就是在年輕玩過而已 就不會再玩 其實現在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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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 とか 10年 とか ですけど まだまだ ずっと レベルアップ していきますし 長い間 スキーは 楽しんでいきますし 日本に スキーに来ていただいた時には 最初の 今の目標は 例えば レベルアップ かもしれない なんですけど 日本の文化は 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 温泉もあったりとか そこにステイして 白馬に泊まって 違う所に 遊びに行くこともできますし スキーをしながら 様々な 年齢別に 楽しむことができるので スキーというのは 世界中で 雪の降る場所には 必ずスキーの文化があります